戶外現在是有陽光的 來看看目前台北一帶還有像是桃園 新竹地區都已經可以看到陽光了 而且高溫可以來到27度左右 那麼南台灣天氣更好啊 可以來到30度 至於東半部地區雲層就有點多了 目前看起來是24到26度左右 那麼離島地區像是馬祖也是有點涼涼冷冷的感覺 目前的溫度大概是21度而已 金門跟澎湖地區大概是23到27度 剛剛有在問明天以及之後的天氣會是如何呢 我們先來告訴大家像是今天是五一連假 北台灣還有宜蘭一帶有點涼涼的感覺 但是禮拜二開始很明顯就要回溫了 尤其北台灣甚至還可以來到31、32度左右 雨也是比較局部零零星星都集中在東半部 但是我要先告訴大家禮拜六這一天 封面逐漸接近了 而且天氣也逐漸轉變 那麼可能要等到禮拜日一直到呢 下個禮拜都會受到這一波 全台灣第一道美雨封面的影響 只不過這一道的美雨封面 它到底強度有多大呢 好從現在的這個雨量的預測看起來 你心裡有個底就好 因為它還是會隨時變動的 目前看起來是中部以北還有東半部都會下雨 那麼這一波的封面再加上東北季風來 因此北部東半部可能都會有點濕濕涼涼的 來看一下氣象關鍵字跟您做提醒囉 今天基本上在戶外尤其是中南部 目前看起來啊蠻熱的 另外如果你要去海邊活動的話特別注意 因為東半部以及恆春半島地區 還是沿海風浪有點大 大概是8到9級風左右 另外戶外活動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還有雲加南以及高頻一帶 目前空頻都還蠻差的 來看一下各地氣溫了 基隆台北新北桃雲跟新竹 高溫來到26度 那麼今天雲多多 其實呢在戶外 已經可以看到陽光囉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跟雲林 高溫來到30度 要留意的是日夜溫差 達高達9到10度 嘉義台南高雄跟明東 高溫31度 宜蘭華蓮跟台東 今天呢因為風勢的影響 因此因封面的宜蘭跟華蓮地區略有雨勢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 高溫來到26度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